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位请的是香港理工大学的李正邦教授 李教授也是我们慈激论坛的顾问 他也是长期研究慈激 他跟我说600级的慈激月刊他都读过 所以我们在座每一位他都是耳熟能详 他是台大毕业的 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 也在哈佛干纳迪做博士后 那么曾经在新加坡大学 现在在香港理工大学 非常感恩李正邦教授 那我们这次的研讨会 20分钟每个发表者 那么大概17分钟的时候 会敲一声铃来提醒 那么19分会敲两次铃 那么语谈人在一分钟之内 希望能够结束 之后我们留点时间 来给我们所有的与会贵宾来提问 那么第一位我们就有请 国立政治大学劳工所的 刘美军教授来发表 感恩 好 我们所有在座的各位 大家一同要往平等这条路上迈进 一同要往共战路上迈进的 所有的伙伴们 大家早安 好 很荣幸 我第一次受邀到我们持续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 那这对我来讲 是一个莫大的这个荣幸 那刚刚我们也听了第一场 这个达文教授提到的 这个如何用open innovation 能够这个转变或改变一个社会 这个长久以来不公平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或这样的一个问题 深受启发 深受启发 特别有谈到了 这个power leader versus 这个servant leader的这个差异 我们也都知道 这那么多 这个几世纪以来 我们看到 如果是追求权力的这些leader 他带来的只会是冲突 只会是矛盾 带来的甚至是心风血雨 像现在的这种 好几个地方正在这个战争 那如果是servant leader 他带来的 就当然不是那些东西了 他要的是sustainability 这个要和谐 然后要分享 然后要这个永续 那我相信这一个 我们也希望这整个世界 不管任何一个国家 特别是 握有权力的这些人 他能够改换 转换的这样 转换这样的一个 这个观念 他从一个power leader 但是这个可能就不是 他个人了 我相信很多人抓到权力之后 这个绝对的权力 就绝对的腐化 抓到权力之后 他不会放弃这些权力的 而是要我们所有的人 能够改变这个观念 然后变成是一个 很强有力的监督力量 让这些把持的权力不放的人 能够愿意弯下腰来 变成是servant leader 我想这是我刚刚听到 我们这位老师们 老师谈到的这一个 我特别有感触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感触也很深 他提到了就是用 讲了一个某一家公司 然后 然后那个我们 Dawn Professor 他提到就是 我们看到 现在美国 美国很多这个大学 有名的大学 他们都会训练出很多MBA出来 事实上MBA 他关心的只是财报 那这个财报是冷冰冰的东西 他不会看到 每一个在公司里头 具体的个人 他的遭遇 那可是员工呢 基层员工呢 反而是这个创新的来源 那问题是 是创新的来源 可是在过去的 这个分配里头 确实拿到一点点 微不足道 反而是那些 只看财报 然后做决策的 伤害到非常多人的 这些人呢 领高薪 那所以我 所以刚刚听到 我们这个 大文老师 谈的这些东西 真的是很有感触 然后也深受启发 我也跟 我想我们在座 所有的人 今天受到这个启发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看 如何在未来 可以发挥我们各自的力量 做这样的一个 基础工程的改变 好 那接下来 我就把我今天准备好的 这PPT 跟各位 跟各位看一下 我从三个故事 近期发生的 这个三个故事 跟大家讲起 因为这地方都跟 不平等 跟这个不和谐有关系 第一个就是 媒体热议的 一半年轻人不用缴税 不过 这句话 其实没有讲得很精准 好不好 我们待会会讲 然后还有另外 也是我在FB上 看到这个好朋友 在po的一件事情 就是 当然这不会只是 金华酒店 台湾的很多 后来我上去看 还有其他的 这个五星集发大饭店 也同样的这种状况 那这些旅数业者 喊缺工 那到底是 怎么一回事 明明他很需要 可是台湾也有很多人 需要有一份 这个decent job 问题是他们 愿意释放出 这些decent job 给他们吗 另外一个就是 某高科技产业的 从总裁的年薪 到一般员工的 这个年薪 从这三件事情 跟大家开始做分享 好 第一个就是 一般年轻人不用缴税 那到底 免缴所得税 对年轻人是天堂 还是地狱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答案 而且答案 我想大家都不会 这个差太多 那事上我们都知道 缴税是很重要的 这个国民 这是一个国民的义务 那国家有税收 我们才能做基础的 必要的 这个公共建设跟服务 提供这个服务 那免缴税其实 免缴税它的意涵是 当今天台湾社会 有这么一群人 而且比例不低的 这一群人不用缴税 到底显现出来 台湾是一个 国富名强的社会吗 还是显现出来 是因为有很多人 所得实在是太低了 那所以这个 对于这些个人来讲 他免缴税的这些个人 到底免缴税 是他很开心 是一个拿到的 一个小确幸呢 还是他只能变成是躺平了 社畜了 然后之后的这个结婚生子 我看也大概就 没有什么可期待的 那个自尊自重 当然也就荡然无存 因为你连能这个生存 或者是安生立命 这件事情都办不到 如何去谈自尊自重呢 好 这个是也延续刚刚说的 半数年轻人不用缴税 事实上那个 他的说法不精准 不精准是 根据财政部的 这一个公开的新闻稿 是说有47%的 这个申报所得 所得申报户有47%呢 的人不用缴税 其中年轻人跟中低收入户 所以他不是指全部的年轻人 一半都不用缴税 不过这个年轻人低薪这件事情 已经是存在很久的事实 所以这个话虽然不精准 可是也不重 可是也不愿意 好 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然后我们进来看到刚刚 Professor Solomon Professor Darwin 也特别看到 也讲了这个美国 美国的这个数据是 千分之一顶端的人 他的所得是这个188倍 那我们台湾呢 其实我相信也不遑多让 不过我这边有的数据是 这个分成20等份 那前5%的 就是20分之一顶端的 跟21尾巴的 你可以看得到 在2005年的时候 是55.13倍 到了2017年的时候 是113.40倍 那现在呢 最近的这个资料 对不起因为我不太会做这些东西 有点点年纪了 所以那个数据是也有 在2020年的时候 大概是120几或是140几 因为每个人算法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不再在对方弄出来 意思是什么 55到100多倍 这也是快速的提升 就20年不到 20年不到 就快速的增加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 另外一边的这个数据看到 就是不用缴税的 在2020年的时候 是49.08 然后可是只缴税率 5%的有33.98 所以两者合起来 台湾的所得申报户里头 居然有80%的申报户 要不然就是零税率 要不然就是只适合 这个5%的这个税率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表示台湾有85%的这个家户 这个情况其实不太好 当然可能各位会说 因为台湾的 有很多这个地下经济 那所以有一部分 事实上它没有那么糟 可是我们客不到税 好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正是 这个税改这件事情 就变得很重要啊 税改很重要啊 如果我们要缩短 这个所得差距的话 这件事情当然是第一要务 可是简西街在20年前吧 这个推动这个贩子联盟的时候 就在做税改 到现在不仅没改好 而且越改越糟 好我想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好在我们看那个 用劳退 就是劳动部的这个劳退基金 来做的这个统计 各位也可以看得到 在那个圆饼图里头 所得低于28800 月所得低于28800的人 他占了30% 台湾有三分之一的受雇者 他的所得不到三万块钱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然后如果再把所得 在36300以下的加起来 就超过半数了 51%都是所得非常低 这个劳退的这个数据 是相对比较正确的 因为是雇主要提拨 跟老保不一样 所以这个某种程度 虽然他可能也不是这么精准 可是应该算是 可以某种程度反映 这个真实状况 好那另外一边 那个长条图 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看年轻人 20到24岁 他的那个提拨也是 刚刚那是一个overall来看 那我们如果用这个年龄层 来区分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这个24岁以下 大概他缴税 这个平均工资 可能都不到三万块钱 那当然年纪大的 所以台湾有 这个中高龄歧视这件事情 在这个图形上面 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 那中高龄也许他就不是全职工作 是部分时间工作 也没有错 那部分时间工作 这边又出现一个大问题了 台湾的part time 部分时间工作者 往往我们的雇主 提供的这个薪资呢 就是跟着基本工资跑 不管你什么行业 就是跟着这个基本工资跑 那跟着基本工资跑 那当然就是最低所得 所以这个问题也很大 也很大 好那接下来就是 我刚刚说的 那个精华酒店这个参与服务业 这个议题是现在进行式 我前两天看到 好像这个劳动部 一直在抵抗 可是最近好像有一点点松动了 我也不知道是放风声出来 然后看看测试测试这个舆论 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法 他们现在就这样 交通部调查了很多的这个厂商 参与服务业 他们也就集合起来 然后跟交通部要求说 应该要开放这个外籍劳工 因为这个行业现在这个疫情过后 然后经济复苏了 然后观光旅游的这个人潮回来了 可是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 所以他们就要给政府施压 那么观光旅 对不起 交通部呢就把这件事情 就要求这个劳动部 要做一些这个改变 好 所以这个 可是我这边要谈的是 真的缺工 还是你是缺奴工 其实台湾很多台湾的这个民众 不要说这个外籍移工 台湾的民众都很有感 因为他们的工作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做了半死 然后呢 拿不到多少钱 那这个钱呢 我譬如说在台北市来讲好了 如果你才两万 不到三万块钱 能能活得下去吗 就这样的一种工资 当然就引不起年轻人 特别是年轻人 要去工作嘛 所以我要问的是 你是真缺工 还是缺这个奴工啊 好 那我们再看 这也是各行各业 餐饮服务业在这里头 各位看得到没有 我把那个黄色框起来 然后他的这个提脚工资 就是两万八千块钱 在所有这些行业里头 有些行业当然也很低 可是他是最低 这是最低 怪不得他找不到人啊 那这个行业他很轻松吗 却不是很轻松 我们看到下一个 这边好 这也是我们政府 其实有努力啊 那个因为我就在 劳动这个领域里头 所以有这个很多讯息 知道我们各地方政府 包括我们劳动部的 劳发署的各个这个 就业服务站 就业服务中心 其实都努力的要去做 这个推荐人过去 可是请看那个 你们的最 你们的最右边 这个推荐雇用率 这个餐旅服务业 6.59 然后餐饮业 1.37 就是100 表示是100 我推荐100个人过去 你只录取一个人 航空地勤站 我推荐100个过去 你只录取不到两个人 旅数业者 我推荐100个过去 你连7个都不愿意雇用 然后你今天跟我说 雇不到人 到底这个问题是出在 台湾的劳工 这个贪得无厌 要的太多呢 还是这个旅数业者 不知道是 是什么样的一种 这个打什么样的一个主意 好 这是一个 再来看 这个就是精华酒 对不起 我只是用精华酒店 因为它已经被 媒体披露出来 那它绝对不会只是 精华酒店个案 我用了精华酒店的这个例子 他们主要找不到劳工 可是各位看 这个房屋人员跟晚班的 房屋人员的月薪 是3万到3万2 好了 看薪水不高对不对 那你照讲 不应该给人家 太多的要求 可是你看 它的附加条件 一连下来五点 要认真学习 主动积极 第二个呢 这份工作呢 要搬重物 还要久站 久走 还要蹲趴 然后第三点 打从心底 重视这份工作 第四个 要吃苦耐劳 这个 对 就是要吃苦耐劳 然后要重视 这个工作的细致度 细心观察 各位 这个 这样的一种状况 然后你给人家 3万 3万 2 如果是您的孩子 我不晓得您会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 好 这是 这也是其他的行业 就同样这家 这家金华酒店 比如饭店工作人员 餐饮服务生 客房人员 或是这个饭店工作人员 接待人员等等 大概都在3万多那个地方 可是他都知道金华酒店 一个晚上一个房间 便宜吗 很贵啊 对啊 这么贵 结果你给工人的 最 这个 老实讲 真的没有这些 员工的话 任何一个酒店 你房价在地都开不出房间出来 就没有人整理房屋嘛 对不对啊 那所以这中间就一个很大的一个gap 在那个地方了 好 好 其实金华酒店不算是太糟糕的 各位请看 这边又把这个全国前三大 金华云品跟韩盛 金华在这个调查当中 员工发展跟安全的好感度是高过 正平是高过另外两家 负贫低过两家 意思是什么 他还不是最差的 他还不是最差的 还有最差的 所以 对 好 再来就是一个双手掌制的科技公司 他的 这在 两年前 2021年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数据非常的震撼 然后 去年他的数据又出来了 那个 两年前的 这个数据是 他全球员工的年薪的中位数是181万台币 可是董事长跟总裁年薪是4.21新台币 老实说 这个年薪 董事长跟总裁年薪 其实在 相较于很多国家的这个CEO 我们的确已经是非常低了 美国有很多的CEO 多到 不可想象的这个天价 我在想我这一辈子有没有机会看到一亿 能够摊在我面前 我都不知道那个一亿到底有 可以堆多高啊 我都搞不清楚 好 这是什么概念 那个我这边说2020年的时候 我这边没有在苛责这个总裁 我只是也是用他的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不平等的问题的这个严重性 4.2亿 然后这个中位数是这个181亿 等于是他一年的工的总裁跟总董事长的工资 是员工工资的233倍 对不对 是233倍 这个毫无疑问嘛 2022年的时候呢 总裁是6.3亿 员工中位数单也提高 他也提高 他也提高了 可是他的倍数是276倍 请问各位 233倍跟276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这边就来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学 如果一个人这一辈子工作30年 科技业大概30年都已经太长了 因为他是一个爆肝的行业 可能做不了多久他就得要这个下装了 我没有关系我就用他30年 我用233倍除以30得出的7.76是什么概念 7.7倍表示30年表示一辈子嘛 对不对 我需要多少辈子我才能够赚这个总裁一年的薪水 我需要7辈子8辈子 然后呢这个2022年的时候呢 更高了 我需要9辈子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呀 我们的聪明才智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吗 我们的努力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吗 为什么有人 只不过他这辈子运气不好 当了受苦者 以至于他需要做个9辈子 9辈子每一年都做 每一辈子都要做30年 30年然后都没有生病 都能够安全地做到30年之后 如果中间这个爆掉了 那对不起 那你可能要更多辈子了 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好 加护所得也在恶化当中嘛 好 我这个声音是只剩三分钟了是吗 还是到了 没有耶 到了吗 一分钟 好 台湾真的是已经沦为日不落 富人免税帝国 这是也是简西街 我非常敬重的一位 他讲的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有他说而已了 那个曾经 这个整个世界上 我们看到那个Thomas Picetti 曾经也要求 这个要这个全球 大家坐下来谈 是不是搞一个这个累进资本税 全球资本税 那OECD也在说了 全球最低 也推这个全球最低税负 甚至巴菲特大家都知道 他也要求 他说今天我缴的税 是资本利得 资本利得税15% 结果呢 我不需要 我只需15%的这个资本利得税 不用缴所得税 可是到我办公室来收 制止楼的这个清洁女工呢 她缴的税率甚至比我还高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件 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好 那我想我今天不好意思 我时间没有这个弄得很 很好 那我就先暂时到这个地方 如果有任何一位 对我这个PPT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随时这个提供 谢谢 非常感谢刘教授 非常精品的分析 看了也的确是非常难过 我们基金会也有CEO 颜执行长 她的薪资是零 她的志工 早睡晚睡晚起 没有假日 我们那个女主任的薪资 终极具也是零 零 零 我这有些时候 这工作的价值能不能呈现 就是她的那个value能不能呈现 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我想但是待会儿 我们可以更深入来探讨这个议题 那么下一个 我们要请代博分教授 谈到青年贫穷的根源 与制度的成因 我们欢迎代博分教授 何执行长 还有在座各位先见 以及慈记的各位志工 大家早安 那很高兴 因为我来到慈记 因为我爸爸也是慈记的志工 可是我其实没有进过 慈记的这个场域 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 是十分难得 那我在开始之前 我想先讲一个 我教书20年 今年开学第一天碰到的事情 开学第一天 有个A同学LINE我说 老师 我收到B同学的LINE 然后说 B同学在LINE里面说 谢谢你成为我的同学 那我很感谢 跟你走过了这一段 然后再见 那A同学就说 听起来好像B同学 是有要寻短的意思 因为他同时寄给 不只是A 还有其他的同学 所以我教书20年 第一次在开学第一天 听到有同学想要自杀 我非常紧张 开始打电话 这位B同学 家里住云林 那他念福大 他的女朋友 其实是念青大 研究所 大研究所是念青大 那似乎 他觉得他是鲁蛇 就是在求学 就业的过程当中 甚至是参与课外的活动 大家可能知道 现在我们的升学 需要学习历程档案 所以现在的高中生 比的不只是说 你上来 你要填哪个学校 你的成绩到哪里 甚至你在哪一个 等级的志工团体 服务 这些都是学习历程档案 要比的 那所以那位同学 其实他 他其实从进福大 就一直在参与 各式各样的活动 所以他成绩不是很好 念到第六年 都还没毕业这样 那后来 我就开始 打电话去他家 结果 云林的老家 接的是他的阿嬷 他说 反正他讲台语 我的台语他好像也听不太懂 然后就把我挂断 我想这很着急的事 结果他 好像他阿嬷知道 也没办法做什么事情 那我是只好 去打电话给他的前女友 因为他们分手了 然后前女友去联络他大姐 结果不容易 他就住新店 住屋在新店 然后 找警察 破门而入 其实人已经不在 他其实已经去海边 本来要自杀 但是被救起来这样 那 这个年轻人的困境 在辅大 我觉得跟我 自己在念书的时候 看到的景象是很不一样的 我念书的时候 我一直认为辅大是贵族学校 但是这些年 我一直教下来 每学期都教到 社经地位很差的 收入不好的家庭的学生 然后他们在学校求学的过程当中 浮浮沉沉 所以当辅济找我 谈一个议题的时候 我就 突然很想要来谈一下 为什么台湾现在的青年贫穷的问题 会这么严重 那当然 青年贫穷 这个不是台湾的议题 是全球性的议题 可是为什么会 在台湾以前没有这么严重 现在会这么严重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当然贫穷的定义 台湾很多人都检讨过 台湾的贫穷定义 因为没有纳入住宅的指数 所以你家里只要有个 不管怎么烂的房子 自住的房子 你就不会是贫户 那但是 放在青年的状况来看 青年的非典雇佣非常的盛行 所以我们看到15岁到24岁 大概有 超过两成的年轻人 他是非典雇佣者 当然这包含我们的大学生 现在在学校教书 你会发现很多学生 不管他家里有钱或没钱 因为我们社会需要廉价劳动力 所以他很多时候 不是在学校学习 而是在社会大学学习 就是在学校周边的这些摇摇饮或者是餐厅打工 这已经是台湾每一所大学的现实 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求学 当然这个背后等一下会 我们来说为什么会这样 那可是相较于年轻人来说 我们的这个25岁到44岁 或者45岁以上的 这个非典的工作者就没有这么严重 显见青年贫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 那当然从那个基本工资来比较 这是年薪小于31万8600的薪水 就是基本工资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25岁以下占30% 等于是10 然后大于是60 那这个25岁以下的年轻人的收入 还比65岁以上还低 就是不及基本工资的比例 还比65岁以上还多 那这个让我们社会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年轻力壮的人赚不过65岁以上的老人 这显然我们社会真的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对年轻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 会对年轻人造成这种低薪的现象 那当然广泛来说 对青年贫穷的成因 我觉得主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最常听到的 现在年轻人 工作态度跟价值观改变 他们根本就不想工作草莓族或是什么 我们自己当学生的时候最爱骂老师 那现在我当老师 我们常常在骂学生 而且学生都很不行 那这种对他们的学习态度工作态度的质疑 就是我们老师在对年轻世代的看法 这也是很常用来解释 为什么年轻人就赚不到钱 因为他们就是不想赚 他们就是偷懒 那第二个说法就是说 年轻人爱花钱 这是在福大拍的 现在学校除了有各式各样的这些民店 像台大 台大在水源市场有个mall 贩卖各种精品 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其实你都发现都是苦哈哈的一些普通的餐厅 现在都是高级民店 还有个mall 所以你的花费就不是学生的花费 跟社会人士的花费是一样的 同学一起去吃饭的时候 你会发现 比较贫困的同学 他就没办法 就只能去窝在 仅存少数的学生宿舍餐厅 那有钱的学生就可以 比如说在台大就有很多高级的餐厅或咖啡厅可以去吃吃喝喝这样 那除了这个固定的校园商业活动之外 校园还有不定时的这种什么市集 以农夫市集 文化市集为名的各种消费活动都入侵校园 所以当然学生下课就在逛街啊 那年轻世代崇尚消费主义爱花钱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种 为什么会造成青年贫穷的成因 大家会觉得他们爱花钱所以赚不够花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不只是这样 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 我觉得其实有几个因素 我们应该要逐一来检视 第一个就是台湾的大学普及教育 造成的学历通膨 我们念书的时候念到大学毕业 研究所毕业都是经营 现在这个满街都是大学生 走在路上招牌打下来 可能就会打四个就有一个 四个就有一个年轻人 应该四个就有三个是一个大学生 75%的入学率 那另外就是非典雇佣很盛行 这也是国家推波的一种劳动制度 刚刚那个刘教授有谈到 那再来就是高物价高房价 还有托育不足 我觉得这些都是现在目前 我们看到了世代不争议的根源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人人当上大学 当学历已经成为每一个人 进入社会的入门砖的时候 我其实每年都看到学生很挣扎 明明念不下去 可是他又不敢放弃 那以台湾的这个2022年最新的这个入学率来说 我们其实已经超韩赶日赶美这样 我们已经变之前韩国比我们还南韩比我们还高 现在我们已经远超过南韩 这是我刚刚说的招牌打下来 四个人有三个就会打到大学生 因为我们有75%的大学入学率 那学域力通膨到底对整个就业市场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几个经济学家做过研究 过度教育 他们称为过度教育 你到大学 可是你可能去像上次郭台铭说的 政大博士生卖鸡牌 就是高学历低就业这样 低就 那这种称为过度教育 对个人薪资减少 这个经济学家发现 人力资本投资不是正向的 有可能是负向 也就是念越多赔越多 那过度教育对个人薪资可能减少8.4% 那副主台另外一个中研院经济所的学者也发现了 这个也是一样 过度教育都会让学历贬值 那我再看一下我自己写过的一篇文章 去计算这个如果是大学毕业跟那个技职毕业 还有高中毕业的比较 现在大学毕业的学生的家户赚的钱 已经不及专科 以某种程度支持刚刚前面几个经济学者说的 现在是念越多可能赔越多的年代 那这是过度教育的结果 那我说一个例子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念社工 那时候我们很想要成立社工师 台湾那时候还没有社工师 所以整个台大社会系那时候是社工主 卯子族全境想要去推社工专业政兆化 但是社工专业政兆化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最近新的一个研究发现 有一个台大社工系的学生在前年的社会学年会 写了一篇文章 社工专业化之后出现所谓神仙老虎狗的现象 谁是神仙呢 大学教授到处去当评鉴 过得很快活 谁是老虎呢 名校的社工系的学生 能够有机会考上社会局的专员 当社会局的官员 他们就是老虎 每天都在发包一些福利方案 给这些社福机构 那狗呢 狗是谁 狗会是谁 第一线的社工师 类得像一条狗一样 薪水因为我们的福利制度外包 所以他们薪水很低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象 当一个专业专业化之后 我自己看了我大学念社工 希望社工可以专业化 那时候老师都这样说 结果现在社工专业化了 可是这种社工专业当中的阶层化 造成专业的第一线工作人员 第一线的现象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被思考的问题 那另外就是非典雇制度的盛行 刚刚刘教授有讲了一些 但是整体看起来 我们的非典雇佣的人数 在每个年龄阶层都非常的多 那大专业上的非典雇佣 达528万人 其实已经超过我们劳动就业 也就是说你碰到两个人 其中有一个是非典就业 一个是可能一个是正常就业 我们的劳动的状况 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那在这样状况底下 刚刚前面已经说过了 年轻人更加的严重 那这个是非典就业 那当然你的薪水就不会太高 因为你是临时工 不然你就是被约聘的 你的薪资不稳定 你的工时不稳定 你随时有可能走人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高物价 这高物价这个我自己就算过 就是以这个111年当100基数 每年的那个物价指数 跟经常性薪资的指数比起来 每一年我们物价都涨得比薪资还要快 这就是大家常常在说的 什么都涨就只有薪水不涨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高房价 高房价这件事情也是蛮多人在讨论的 这个跟我的专业比较有关 为什么会造成高房价呢 只有我画一张图 比较简单来解释一下 房价是谁在炒呢 大家会觉得建商 建商不炒就不够建 那可是问题不是建商 建商是从哪里取得土地呢 其实是我们的政府 我们地方政府或国家 因为税收短缺 常常做的一个动作就是 标售国有土地 就是建卖国土 然后建商拿到廉价的国有土地 就开始盖房子 那盖房除了帮建商取得廉价的土地之外呢 经常还配合做重大的公共建设 比如说最有名台中科剧院 还有台大竹北校区 都是用公共设施来助长一个地方的房地产市场 那这个也无可厚非 很多地方都这样 南韩在做新政的时候也是这样 可是通常政府会要求 这一些建商拿到廉价的国有土地 跟取得交通或者重大建设的时候 它的房价会被压抑在 比如说一平二十万 是正常的状况 可是台湾没有 台湾政府其实只有建卖国土 跟为建商做大型的公共设施来助长房价的推升 所以谁在推升房价?政府 那通常大型的指标型建案就是一些大型的财团 然后他一旦在那里盖了一栋指标性 比如说地堡 推升了区域型的房价 这是台湾高房价形成背后最重要的机制 那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年年高涨的房价所得比 正常所得房价比在四倍六倍 台湾都已经到十五倍之类的 看不同地方 台北市是最夸张的 其他地方也都不遑多浪 那如果我们用2008年陈水扁执政的时期 当做一个基点 从马英九开始就失控 那小英执政之后 其实台北新北这些涨得比较少 可是其他的都会区也就不涨 那这个是从2008年之后 台湾的防控像四速列车 房价像四速列车一样 一直往前往上冲 不管什么 不管我们的人口是减少还是增加 那当然房价上升 房租也跟着上扬 所有的房租都上扬 我们的物价也会跟着推升 这个你买一个美而美的三明治 那个卖美而美的老板跟你说 我现在房东给我涨房价 所以我会给你这个三明治 一个三明治涨五块 就是把这个房租的 这个增值的这个成本 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但是台湾很明显的 因为我们人口已经在负成长了 所以住宅闲置的状况非常严重 那六都的闲置住宅比例通常比较低 台北市是最低 其他地方都非常严重 那偏远地区更不用讲 那低度使用的住宅也很多 那所以我们如果来检视目前台湾的住宅 台湾住宅是899万户 大概900万户 我们有2300万人 我们有现有住宅是将近900万户 还有多少住宅是使用的呢 689万5000户 那所以空置的有200万户的住宅 然后所以未来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预售屋 那当然还有一些以前的住宅 就是不堪居住的 所以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目前大概很多政策 房屋的政策在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我可能比较简单讲 就是现在目前主要政策 都取向于都更 用农积奖励来增加更多的楼地板面积 盖更多的房子 然后再继续推升我们的物价 而不是就房屋已经盖好的200万空屋 怎么样思考它去做再利用 所以到处就会像中国这样鬼城 就看起来盖了一片 然后没有几户 那未来人口少子女化 这个问题会更加严重 但是目前我们的国家的公共政策 还是朝向以农积奖励 在鼓励都更的方式进行 而不愿意去做其他的住宅公平争议的政策 这部分我先简单讲一下 那最后 那如果年轻人被压迫到这样 能够生小孩吗 生一个小孩现在目前低标要202万 高标要463万 现在这个年轻人的吃饭跟那个都不够 那这是托育费用 就是目前网络上可以找到的最高跟最低 还有未复补助的托育费用 那我做了一个托育费用 生一胎 生一胎托育费用要占多少钱呢 当然我们有分为什么全日托日托这样 但是我们看最便宜的公托 这公托要抽签 这个公托其实在年轻人也要占到他们的8%点多 那最社区型的可能比较低3.8% 然后准公托都要超过到 有的要到25%以上 这一胎 那二胎更严重 二胎这个像已经全部赚的钱都拿去托育都不够钱 那其他也要赚6 有的也要到6成以上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少子女化 因为你生了也养不起 绝对养不起二胎 所以结论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面临到一个 青年贫穷的现况是全面性的整个社会政策 从教育政策 住宅政策 还有托育政策 就是全面性的一个错误 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错误 因为一直这样向资本主义倾斜 所以第一个建议就是应该要改善我们劳动体制 特别是非典雇佣的工会组织应该要被强化 然后大学的教育体制也要做很大的改变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说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住宅市场有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不能再盖新房了 我们应该就多的200万的空屋要怎么再利用 这个应该要好好来思考 最后就是改革托育政策 政府应该马上思考要怎么去提升公托的比例 没有一个国家 他的幼稚园托育的经费比大学学费还贵 台湾就是这样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当你没有小朋友 你就不会有大学生 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 非常感恩这个感觉都很沉痛 的确也是事实 所以戴教授的演讲让我想起哥伦比亚大学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Joseph Stiglitz讲 他说我告诉我的学生 那么你们的前途就连在你父母的教育 跟你父母的财富 所以贫穷是会遗传的 如果制度没有改变 它会一代传一代 所以为什么我们词记我个人在倡导善经济 也是来自词记这样的一种平等爱 甚至要善治理 看起来这两个方向都必须要进行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非常感恩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 李正邦教授 要谈教父济品 重探词记与分配正义 有请李正邦教授 老老师 然后颜值行长 然后还有尊敬的各位词记的委员 然后师兄师姐 然后还有在场的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李正邦 那首先说 虽然我是在香港工作 但我是那个土生土长台湾人 我是台湾屏东人 然后是老家在东港 所以我是那个就是一路求学 现在博士前都是在台湾 然后刚听了刘老师 还有那个戴老师的一些分享 其实很很有感触 我就在我进入我的主要的那个呃 演讲之前先谈一下我自己这个一路走了 就在新加坡待过 我在新加 我在香港理工大学 我工作两年而已 那之前是在新加坡国大 那因为家庭的关系 所以就在两年前去了香港 那之前整整十年是在美国那个念博士班 那在芝加哥待过 在Stanford 那个Seal Convert也待过 所以San Francisco 旧金山啊 然后后来在哈佛做的那个博士后 所以在美国的大都市 不那么大都市 在奥斯汀也待过 所以其实我在过去 这么久的时间里面 带了很多城市 那对于每个地方的那个教育制度啊 还有关于这些青年人的问题 其实也多多少好接触了一些 然后在新加坡的时候接触了 因为主要是交大学部嘛 然后就是跟比较多新加坡的大学生 其实有很多交流 然后这两年在香港 其实跟香港的大学生也有很多交流 其实我总体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说我跟大家先分享一个故事是 我在三两年半前离开新加坡的时候 有一个我指导的大学论文的一个学生 一个小女生 然后来跟我就是 就道别 然后喝个咖啡 然后她就很高兴的跟我说 哎呀 Professor I'm so happy 她就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她已经跟她的那个男朋友 已经engaged了 然后只要是订婚的呢 在新加坡政府就会给他们一个 就是top one priority 就是最高级别的排公屋的那个级别 她的意思就是说 她毕业两年后 她就可以马上排到政府的给她的公屋 非常新 我问她多大 她就说大概一千多square fee嘛 她就说不是很大 一千多square fee 大家可能没有概念 接近大概台平大概快要五十平 四房 五年新的房子 然后呢 我那时候就心里就很不平了 因为作为一个Professor 我还是Homeless 还是无家的嘛 那时候就已经其实很不 就说哇 你毕业两年 你就准备要我房子了 还五十平 然后我就说多新啊 五年 然后就说 那最后我就想说 那一定不会很便宜吧 就算是公屋新加坡政府盖的 应该也便宜不到哪里去 她就跟我说 还好耶 没有很贵 我说到底多少 三十五万新加坡币 那三十五万新加坡币 大概是多少 大概就台币 那时候的汇率 大概是五百多万台币 新加坡 而且是在就是靠近那个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地方 相当不错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我这两年在香港 我感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就是极度的差距 就是怎么讲 就是说我香港学生 我现在在一个大四的班级 然后他们都要准备他们的那个 就是毕业的那个论文 就像戴老师讲的一样 很多人都不上课 那我就奇怪了 你应该要来上课了 为什么不来上课 结果后来知道原因了 很多人都在打工 其实在大三大四的时候 其实就去工作了 那很多像读这种像非医科 非Engineering的科系的学生 其实这个是大部分大学的一个比较多的科系 其实他们在大学阶段是找不到什么 那个就是说特别专业的工作 所以他们的工作大概就是去当房地产销售员 那他们就跟我说 他们对未来是绝望的 因为香港的房价是全世界一直是最高的 那台北最近有慢慢赶上去的趋势 就是那个年薪跟那个你可以平均房价的差距 是大概是1比20 这个还是不断在扩大当中 那新加坡也差不多是 香港也差不多是1比20 那我还有一个香港学生 我两年前刚去的时候是那个疫情的时候 那大家那都知道 那时候都是那个就是用开视讯 那时候我就想说 怎么有些香港学生一直都是黑妈妈的一篇 那个都不开他的视频 那后来才知道 有的学生就私下提醒我说 老师你不要叫他们一定要开视频 因为他们通常是6个人一家住在一个房子里面 那一间房间大概不到10平 所以这是一个 那时候我听的真的是很震撼震惊 就是因为我刚从新加坡那种 对新加坡学生很嫉妒 就是说当然这好像不太好 就是说哇怎么那么好这样 结果一来到香港又听到 就是说怎么一下好像从这个天堂掉到地狱 这样子怎么一下子那个一家住在政府 虽然房租很低 长永政府也有类似这种公屋 但是那个很难排 现在平均要排到7年 但是你排到的话可能是一家6口住在大概10平 因为香港的那个公屋的规定 新加坡政府有规定说一个人最小的面积 大概是接近要300多square feet 就是大概差不多台坪大概接近七八坪这样子 所以如果一家4口的话 它最起码一定会给你超过25坪这样子 但香港没有这个规定 所以香港的所谓的公屋 它的人均的那个面积都是一个最小的 所以这个两个故事让我想起来 就是说还有最近就是在 也是有空会去深圳啊 各个地方走一走 然后又在台湾嘛 就是我们家庭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分裂家庭 我妈妈是很 但实际是不太能讲政治的 但我可能反正我妈妈是偏蓝的 那我爸爸是很绿的 然后呢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情况嘛 就是只要一谈到台湾经济的话 我爸爸就会说哪有什么不好 台湾经济好得不得了 然后我妈就说哎呀好糟啊 什么因为我妈妈是负责买菜的 我爸爸是负责吃而已 所以所以他从来都不知道到底 像戴老师刚刚讲的一样 最近物价多贵 他就说哎呀多买龙虾 他小孩不好意思 在慈激的场合讲这个 就吃荤的 但是他就说 但我妈就说你不知道现在多贵吗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台湾的场合 会有这种情况就是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看待一个 外面的正确的一个事实 但我是前面讲的比较生活化 因为我发觉因为前面两位讲者讲的 好像比较通俗 但因为那个何老师跟我这个安排这个任务的时候 我好像把它搞得太学术了那么一点点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一些这个研究的部分 就是说当然不是一个很粗一个很粗浅的 而且是跟一些比较所谓的政治哲学 或社会哲学里面关于所谓正义的理论有关系 那我主要是要把它跟这个 我过去对慈激的一些这个经验研究的一些 做一个结合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也请大家就教于各位 那我主要的问题是想要问说 慈激运动是正义的吗 那我会稍微带一下 就是说因为会场很多不是所谓学界的 说正义理论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西方这个政治哲学界 一个非常一个一个大宏观的一个大理论 一直也是一个包括经济学什么都会谈到一个正义理论 然后我也特别提到一个所谓能力取向的正义观 那我会在这边这个那个报告里面去说 其实慈激的很多的在过去的这个50年来的执行 其实跟所谓的阿玛迪亚圣 这个一个印度裔的诺贝尔经济学长 得主提出来的这个能力取向的正义观 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甚至说慈激的这很多practice 是早在他在1980年代提出来之前 他慈激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会很快的从医疗资源的一个分配正义上面 还有草根社工的一个分配正义和环保的上面来谈一下 那主要这边大家知道这个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经文里面的那个中文的义字 那义字其实就是一个羊头 然后再挂在是在一个所谓一个 很多人说是武器 或是说是一个台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象形字上面就知道 所谓的意志在中文的这个语境里面 它就是一种正当的一个这个形容的表现 但是呢在这个正义其实是在不管在中西方和东方 其实都是所谓的humanity 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人 什么是一个好人 他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像在西方理论上正义就是说 还是有一些区别 所以就包括说亚里斯多德会所谓的说 各得其所 宜得所有 就是说根据你的身份 你可以拿到你应得的部分 那或者是说是否被公平的对待 fairness或righteousness 那现在比较流行的当然就是所谓一种 社会契约论杀的正义 那着重在占有 那通常就是像那种效益主义 euteritarianism这样子的一种强调你 我们大家听到就是分配正义 通常也某种程度也是从这种上面来 你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 那最极端的就是所谓的一个社会主义 或共产主义下面 你有房子我就有房子 你有100万我就要100万 那正义在西方的这个卖实践的下面呢 就比如说像在右边是那个美国的 一个开国元勋 那个James Madison 在他那个联邦党人文集里面 他提到他把这个正义就是提到的 这个是最高的地位 他认为说正义是说政府的唯一目的 最高目的 一个政府好的政府 他就是在不断的追寻一个正义的过程中 这样子一个过程 那中国传统上的正义观 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看法 那主要像比如说像论语里面上 不换寡换不均 那也是强调是一个所谓的这种 资源上 占有上 那也有所谓的适当的方法 就是说起始民也议 我要怎么样来调用这些人民呢 我是按照一个正确的方法 或者一个适当的方法 这也是从一个论语上来的 但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通常讲正义 在中文的语境下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是讲说什么公平 或什么 其实我们讲的是说一个敬意物 就是说像不学问无正义 那以富力为龙 是俗人者也 那这是寻子 那其实孔子也讲过这样的话 就是说如果我这个财 不是正义的得来的话 那我宁愿不要当一个富人 那其实已经很接近 其实现在词接在讲的 这样的一种概念 就说这样交付济品 那所以我们还有说 仗义美多土狗辈 那富心都是读书人 这是我很喜欢一句话 因为我常常我是读书人 就是说虽然不太像 但是我常常跟他说 就是说其实这个你要小心 因为富心的都是 读越多书的人 越有可能当富心汉这样子 那正义在现代社会的很多向度 那我们今天会讲到 比如说像转型正义 环境正义都是像类似的 那我很快就这边讲过去 这边可能大家会 没有那么的有兴趣 就是说怎么样建立正义的社会 这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有一个capability的apport 就是所谓能力取向的观点 它主要是批评 就是说传统以效益主义 为观点的一个正义观 过度的强调 你到底有多少钱 然后我来分配 而能力取向的正义观 是转向 放到你每个人都应该具备有自己的能力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所以正义就是应该要让这些人 能够去得到他自己想要的生活 所以这主要最有名的就是一个 这个阿玛迪亚 也是一个印度裔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其实也是 应该是Berkeley毕业的 但后来在Harvard工作 他就说贫穷不只是经济上的贫穷 被扩大到其他能力上面 比如说你有没有爱人的能力 这个如果你没有爱人的能力 那你其实也是所谓的一个贫穷 那他这个理论其实影响到非常多 像联合国后来就有一系列 像那个所谓的Human Development Index 就是人类发展指数 其实就是完全是受这个能力取向的 这个approach 这个这个这个观点被影响出来 所以这个Human Development 现在在很多这个美国高大学里面 其实也有类似这样Human Development Index 就是要跟主流经济学过度强调说 你要去极大化的你的利益 这样子的观点有所不一样 那很快是说Matha Nussbaum 是一个像美国当代里面 算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女哲学家 她发展就基于所谓的 这个能力取向的正义理论 她认为在正义理论 应该是在人性尊严的基础上面 那一个正义的社会要具备一些条件 比如说关注这个不平等 就地位不平等 这边有一个措置 然后还有对人类动物环境的关注 那其实很有趣 这个其实这个是 他这一本新书 大概是在15年前写的 非常影响非常大 但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很多东西 其实就是慈激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 就已经在提倡 所谓的全球气候变迁 慈激一直提到 像今天那个德曼法师 有提到的 就是说基于众生平等 基于那种这种友情众生 大家都是互相平等 其实都是早在这个西方 所谓正义理论转向之前 就已经是在 这个像DNA一样 根固在这个所谓的 基于人间佛教的传统下面的 那只是说好像 到底是谁学谁 不太清楚 但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两边越来越像这样子 那这边是慈激运动起源 这是我自己研究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我主要是讲右边 这边给大家 就是如果可能没有看过 慈激月刊第一期 第一版 第一页的内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慈激发源就是在 对于这个社会里面 遭受到苦难的同胞 它产生了一种 这种就是说 大家现在很喜欢讲 empathy 共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 就是说 这个晚年并不寂寞 生活也无忧无虑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这个慈激 当所有的慈激人 或是说早期的这个慈激 最早的都是有这样的一个 对于共同秩序 对于一个这种基于一个所谓 我们要说正义也好 还是说一个美好 社会秩序的一个想象 这是从 这个算是第一页 然后另外这边是比较一个 社会学的一个结构性的分析 就是说在慈激在东台湾 这个发行的时候 其实我认为是有一个 所谓的双重不正义的处境 那一个是所谓在一个 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初期 那刚刚刘老师有提到 这个低度福利之初 然后就是说在1970代 80代逐渐工业化初期的时候 出现了很多社会矛盾 那72年的时候 那时候谢东敏先生 当资政的时候 他其实政府有推动了 小康计划 那其实这小康计划 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趣的 那慈激其实 我好像没有看到 就是说特别现在 有人去把这个慈激 当初跟这个小康运动 怎么样子 这个一个结合的过程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右手边 是一个小康之歌 那其实在这个 这个这个慈激 在所谓的激贫的 这个运动里面 过程里面 其实我还有一个观点 是说这个小康运动 其实很大一个程度 是受到了这个慈激的 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 一个启发 或者说互相影响 那另外一个是 所谓的东台湾的 一个在后山话 就是说 其实我们知道 在殖民时期的东台湾 其实像花莲 其实是日本政府 它那个从无到有 创造出来的一个新城市 所以在所谓的 这个四五四九年之前的时候 或 其实花莲的一个 是一个商业 非常繁荣的一个海港 但是因为就是 国民政府来台以后 但不是说对或错 就是说一个 整个一个经济面向的 一个改变 它开始就是说 比较侧重于西方 所以东台湾 因为我家族的一半 是住在花莲 所以我是很清楚 就是说我每次要回 那个小时候 要去花莲的时候 都很辛苦 那个过年的时候 这个开车 我爸爸开车开到 都会跟我妈吵架 因为我爸其实很不会开车 那我妈就会在旁边 一直念他 然后有一年 我记得最长的一年 就是从花莲 一路开回平等 是我们开了16个小时 因为那时候是走南回 就塞在路上 开到后来 他们一个礼拜都不讲话 就是我们也没办法 也没有办法 所以那个时候 后山就是 在我那个时候 都还是这样的情况 那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说像我妈妈 她以前小时候 以前她是护士 护专毕业以后 她去花莲实习 在吉安卫生所实习的时候 她就跟我讲说 她那时候做金马号 要过去花莲 要在台东 要转一天 然后住一天 我还是很难想象 就是说到花莲 要花这么久的时间 当然就是说 这个整个就是说 在1975年的时候 东部的加户平均 所得比全国平均 要整整低了20% 这个是一个 很不平等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医疗资源的正义 其实主要体现在 其实东台湾 并不是所谓的一个 病床树木上的不足 而是所谓的 这两边的右边的图 是我们的一个研究 就是说 东台湾的一个不足 是体现在所谓的医疗 这个比较所谓的高端 或者所谓的 就是说能够 它的病床树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是还要超过其他区域的 但是它其实一所所谓的 medical center 或甚至连准 那个医疗中心 都是没有了情况 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 一个所谓的 这个医疗 有一个资源的 一个不正义的情况 大家可以这样说 所以跟大家提 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说慈激的第一例是 在1967年 第一期就提到一个 有一个患有眼疾女 菜饭的故事 这个是慈激医疗 资助的第一例 那资助医疗 非常有原因是因为 希望它能够重返工作 这其实是非常吻合 现在我们所有的 对于这个社会工作 一个体系的一个想象 那1980年后 展开的建院计划 那我这边就不多说了 那扶贫和草根社工 我觉得这个也是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说 我刚刚的说法是说 慈激其实在所谓的 专业社工出现前 阵营上人 还有带领的 所谓的纺事志工 其实就采取了 非常科学的方法 在做记录 那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秀奉师姐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知道 就说 他是第一组纺事志工 他这边有提到 就说 他们在整个过程里面 是要很严格的 去按照这个 这个科学 去记录他们的生活情况 记录他们的收入 甚至还有在1975年 慈激月刊第105号 记载的上人 和那个 纺事志工 复查 这个这个记录 但是这个复查 这边右边是用原文 是说 你可以看到这个复查 不是说很机械性 很官僚式的说 因为被要求去的 他这个复查 是像是一个 关系的一个建立 一个不断的 再建立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 每次看这个 都觉得非常有意思 也非常感动 这个是一个 一个非常 一个非常符合 我们对正义的想法 那这个环境 正义按环保 这边也是我们一个 一个研究是说 这边我们用了一些 统计上的一个 那个 呃 分析方法 去证明了两个事情 这个就是 佛教团体 佛教在台湾 是最环保的一个团体 这是 不管是道教 还是所谓的 其他的基督教 这个佛教是 要比他们很显著 然后另外呢 是 实际是在 所有的佛教团体里面 是最强调这个环保的 那因为我这边 时间不多了 所以我这边 就不太多讲 太多 那我这边就很快 到我的结语是说 这个20世纪的一个大学者 就是 卡普雷尼 就是在他的一个 巨著那个 的巨变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里面说过 在资本主义时代 随着资本对 社会的侵蚀 社会也会形成对抗 那通常他认为 有三种 重新分配资源的形式 政府是透过再分配 我用公权力 然后呢 市场是基于利润 最大化的分配 但我认为 实际其实是走在了 所谓的这种 透过社群的方式 重新进行这个 不管是环境资源 医疗资源 还有其他心灵资源的 再分配 那持续运动的起源 是对分配不平等的抗拒 输出的是社群的方法 那像何老师刚刚提到 我觉得像善经济 善治理 这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把过去这些 这个这个 持续的一个实践 都给他理论化出来 然后呢 这持续倡讨 交付计品 实际上也具有 准在分配的功能 但是呢 我也认为 最后一点是说 资源占有的大小 与分配的形式 也会左右公众 对持续运动的看法 所以大家知道 在过去20年里面 有时候大家认为 持续占有太多了 有时候 就不管是很多方面 那这个 我觉得在最近 在也看到了 很多新的准变 就是说 持续把自己的资源 开放给外地的团体 好 谢谢各位 很想继续听下去 这个 但是非常感恩 这个李教授 讲了很多 非常轻松的部分 那也讲了很多 我觉得在学理上 非常站得住脚 那么对此次 也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分析 那么现在我们的时间 其实是要到 12点10分 那我们尽量 因为把大家的吃饭时间 还是要空出来 所以没关系 我们现在在 10分钟之内了 我想诸位 在座的所有的贵宾 有没有什么提问 对于三位学者的 这个分享 可以请举手 我们可以给他们 麦克风 那我提问 有没有 有 好 好 德纪舍师兄 美国总会 这个问题是问 戴博芬教授 台湾的空污 率那么高 那究竟要怎么解决 是政府的责任呢 还是民间的责任 那如果空置屋的税增加的话 可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戴老师 空屋这么多的问题 其实是一种住宅的市场 供需失衡的状况 因为有些空屋 是在乡村的地方 但是年轻人 可能离乡背景 去都市工作 所以如果我们学日本 去开征空屋税的话 马上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那个在乡下的房子 根本没有人在使用 可是他又要缴空屋税 所以等于是对比较 城乡移民的 比较弱势的家庭 反而会造成比较大的经济负担 就是为什么台湾后来 其实是没有开征空屋税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不开征空屋税 还有什么原因 还有什么做法呢 大概还有一些做法 包含像日本跟意大利 他们最近这些年 都有那种什么 一元 你可以一元使用一个房子 就是说那个房子在乡下 然后是很旧的 那你只要愿意去修缮它 而且愿意去住在那里 就可以给你就是一元使用 其实就是等于无偿使用 其实我们对住宅所有权的概念 都是拥有 其实在西方的住宅 所有权概念 其实拥有还要使用 这个才是完整的 所谓居住权的意义 但是因为台湾比较没有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可能需要地方政府 去把这些空屋做了盘点之后 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在住 然后这些空置的空间 包含房子 甚至是空地 农地 重新透过现在的平台经济的方式 去释放给想要使用的这些人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其中一项 比较合理可以解决的可能性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做法 包含说像日本比较积极的是 让他空屋倒了就把他干脆弄倒了 然后种树 让他回归到自然 就是比较生态的做法 当然还是有一些做法这样 但是台湾现在目前政府尝试的比较少 感恩 戴教授 我们刚刚Professor Darwin讲到 这个Open Innovation 就是Open Information Open Resource 如果这个Information 能够很自然的流动 比方说我们在座 也有这个叶博军先生 他就做那种 快过期的食物赶快流通 那是不是NGO在这一部分 其实也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讯息 让这个Information Flow 能够非常Transparent 这个Resource能够Open出来 这也许也是可以来考虑 或者NGO可以一起来倡议的 那么在座还有没有问题 好 言之间这样 我先感恩三位学者 做很轻僻的分析 让我也能够学习到很多 那我有几个feedback 第一个就是政治大学刘教授 您提到这个贫户差距 这的确是我们非常关心的议题 那当然你refer到其中一个 护国神山公司的高阶主管 跟他的平均值 我想那是相当特例 那我以前也在半导体公司 担任过CEO 我们公司就比较合理 你可以查一下联华电子 那而且我们是得到这个 曾经得过全国幸福企业首奖 所以也是有一些公司 愿意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所以后来我就来到此季 除了零薪水之外 其实我是负薪水 很多还要自己 那我现在不只负薪水 我还要缴税 因为以前的股票还有一些价值 所以我现在是赤贫中的赤贫 那辅仁大学代教授提到 我很关心青年贫穷 那的确这个年轻人的问题 一定要努力去解决 否则现在少子化非常非常严重 我觉得已经危害到国家未来的成长 以及甚至于国防的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真的是需要帮助年轻人 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去发展 愿意组建家庭 愿意来生小孩 否则这个是包括大学的 大学生的生源等等 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个我非常关心 感恩 那当然也提到说年轻人有些个案 真的需要陪伴 我觉得慈继愿意来帮忙 请请告诉慈继 那第三位李正邦教授 其实我在新加坡也住过 那也接待过很多 所有历任台北市长 还有驻新加坡大使 都会到我们公司去参访 他们也参访到新加坡的 HDP所盖的国民住宅 那为什么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带回台湾 这个我是很纳闷 以上回馈感恩 感恩执行长的回馈 的确我觉得这些问题 慈继如果能做的 我们一定全力来做 甚至结合更多的NGO 我觉得在Berkeley University的 这个Open Innovation 将来我们跟慈继会跟 Berkeley的HOTS 这个Galwood Center 我们会合作 那么其实也是一样 Open Innovation Open Information Open Resource And also Open Heart To gather compassion all together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们 将来可以一起来从事的 这样的一种社会正义 还有哪一位我们要发问的 好 黄董事长 各位原则经长还有各位持续同事 我是有几年的副业了 他听了那个刘教授 李教授 戴教授 他们的分析的东西 我觉得是台湾可以再造吗 可以 我在记得因为我们是算是老的一个世代 建构先生那时候 退出联合国就推出了十大建设 将整个台湾带成四小龙之首 大家的创造包里谢东敏的时代 大家成了一个金户的社会 能不能在台湾再造 因为我刚刚从北京回来 事实上我们在整个中国大陆 怎么已经超越台湾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建议我们这个 Government power leader 事实上真的要痛下决心 我们不要向那个资本主义靠拢 因为我们中国有我们中国人的特色 我们必须要让这个 我建议劳动部 财政部 经济部 怎么应该垮部会 在深入民间做一个真正实质上的了解 垮部会将台湾未来的把脉 再创造另外一个经济企击 以前我们有台积电这样的 这么样的一个火车头的工业 在带着我们走 但政府几乎都没有看到 什么任何的动向 我真的服务 不管这个Government 我们Government部门 真的要下点攻心 不要整个让我们 台湾的老百姓自生自滅 尤其年轻一代 不是他们不想做事 他要得到社会公平正义的认知 这个是西澳政府做火车头的力量来带人 为我们台湾的将来的做把脉 我请报告到此 谢谢 这个黄永存董事长投入慈祭40年 世蒙空运的董事长 也是我们最早慈祭辞成的创始人之一 非常了不起 到现在还在关心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感恩 还有哪一位 我们再提一个问题 好 蒋部长 麦克风 拿给他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论坛 非常高兴听到三位的报告 三位在论坛里面提出来的一些意见 首先我想我要先针对李教授 新加坡可能看样子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因为你刚才有一个错误的数字 我必须更正一下 我对数字非常敏感 100平方尺 大概是90平方米 大概是27 8平吧 不是50平 所以说你刚刚把这一个情况讲的比较乐观一点 1000嘛 对不对 1000的话是90平方米 所以是大概28平 我已经算过 你等一下可以再试一下 这个 那我其实听的心情 虽然说是很高兴有这些资讯 可是心情其实是相对沉重的 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一代 60岁 四五年级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的贫穷的成都家里 我的幸运就是说 我可能这辈子没有饿过饭 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其实是贫穷的 可是那个时候的贫穷可是也让大家有一个向上的力量 大家的努力 只要你努力 你看到了我们这一辈 其实都是往上走的 所以说都是从一个比较低点进入比较高点 所以这个是一个进步的一个情况 可是我们现在的小朋友 我自己也看到 相对的是一个比较富裕 其实当然还是有贫穷的 可是相对的是比较富裕的情况成长 所以他已经在比较高点 要再上去 如果如同刚才黄总组长讲的 国家没有新的一些想法 没有新的作为 没有新的产业 那其实是不容易再上去的 我拿我儿子做例子 我儿子在这个 Clinx Mellon拿到Compute Science的Master 他的薪水在国外 大概500万台币 他回来可能拿不到100万 所以我们自己国家培养出来的人 其实很可能出去以后 就是被美国占了便宜 可是这个大概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想这个怎么样 让这个产业有新的发展 怎么样让这个新的机会 能够产出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刚才听到刘教授 刘教授您的时间好像不太够 我可以见你一分钟 你好像应该 因为您谈的问题 好像并没有把解方告诉我们 是不是也请你 就是说把您认为 碰到的问题的解方 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说明 谢谢 感谢蒋部长 我们有请刘教授 那个我们 蒋部长这个高估我了 一分钟大概那么复杂的问题 是讲不完的 那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 有其他更多的时间 好好来谈这件事情 事实上这些现象 大家都熟悉 怎么做 可能也都知道 问题是如何做 然后谁有这个权利做 这是最大的一个关卡 刚刚说到 我们 对我们刚刚董事长也谈到了 往资本主义最好路 是一条死胡同 就正是因为死胡同 所以现在国际社会都要开始来谈 这个什么永续 SDGS ESG 这个DEI 企业里面的DEI 问题是有多少人 在台湾来讲 有多好的这个企业 是真的把这个事情当成是一回事来做 我看到的反而是 有一些的研究机构 或是律师 大的律师 我不晓得 我们那个 这个 理律 这个事务所 有没有在成立的一个 某一些这个机构 然后去接这些大企业 因为供应链的问题 接这个大企业 然后写报告 我现在看到有好几家 那个接这个 好 所以写报告就是说 因为是供应链要求 所以呢 他就只好花钱 请人家来写 那写完就结束了 到底有没有做到 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对 其实都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要讲的是 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一分钟简单结束的 所以我这边可能要辜负您了 这些问题 我后面其实在PPT还有好多 对 那有部分其实是跟这个 大部分大老师是有相合的地方 特别是在谈这个青年的问题 谈这个托育的问题 对 那甚至我的PPT也有谈到 这个居住不正义的这个问题 讲这边我就抱歉 我也想讲一下 台湾 我们看到这过去的这几组 这个候选人 或是以前的这个总统 都说了 他上来之后 我们要盖多少的这个社会住宅 可是事实上的空污的问题没有解决 这个房价不断的往上涨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然后就夸言说 我们要这个盖多少社会住宅 结果社会住宅呢 连1%都不到嘛 对不对 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 连1%都不到 那大家有很多人曾经出去 出国去 那我就讲两个例子 我每次 我看到之后 我都非常有感慨 非常有感触 譬如说这个 在比利时的安特韦普 因为我的朋友住在那地方 我就到那地方去 然后呢 他的社会住宅是盖在哪里呢 我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我其实很多国家 关注这件事情 大概都做得蛮好的 他的社会住宅就盖在蛋黄区 我吓了一跳 我说我如果下辈子 那个身到变成是这个 注定是这个poor 这个是很穷的人 请把我身在那个地方 因为就在那个蛋黄区里头 然后三层楼的这个 红砖房子 还有花园造景 然后我说 这边应该是有钱人住的嘛 他说没有 没君 这是他们的社会住宅啊 中低收入互住的地方 好 这是一个 再过几年之后 我到那个乌兹列 这个荷兰 乌兹列子去了 也是一样 他的社会住宅盖了一大片 在哪里呢 就在 是 City Hall 然后那个 这个还有 这个三铁 什么三铁共 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有铁路 有工 反正就是那个 最繁荣的那个地方 也是他们盖的社会住宅 大家想想看 台湾 以前要盖社会住宅的时候 选定了某一个住址 那附近的全部都抗议 对不对 特别是如果选 选 选 选择是选在 这个房价高的地方的话 都抗议 因为抗议什么 抗议你会把我的这个房价拉低了 所以非常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那怎么办 靠大家 对不起 谢谢 好 虽然时间也非常那个 我 我还是给这个李正邦教授一分钟 那么在他的研究当中 此际的理念 如何对于整个大的这个社会正义问题 那他到底有什么启发跟解放 这个应该是何老师来说的吗 我 我不是 是 是 我是 我是这样觉得 我是说就是 慈激运动在我从这个 1967 甚至说在正言上 更早之前这样一路走了 我看到就是说 慈激运动其实走了 其实 它也不是所谓这种革命式的这种反之 完全反资本主义的运动 它其实强调是像一个这种 就是要 一种比较是中国式的这种正义观 就是说 富人必须要 你当你富了以后 你必须要有一个这个自己的自觉 你要能够有一个这个 这个obligation 就是义务 这是我刚刚说的 这中国的正义观里面 这个义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这一路过来里面 我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慈激运动 其实在很多部分都体现了 所谓的这个慈激人 对于这个正义的这个看法 就是说 因为环境破坏了 所以我们要尽义务 因为现在没有人做这个 这个所谓的那个骨髓 所以骨髓库 所以我们必须要尽义务去做 因为没有我们做的话 市场不会做赚不到钱 国家没有财政也不做 所以我们去做 那这个在做这个回收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人在做 大家也不知道回收以后会有是一个生意 但是就是要尽义务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我今天如果是有那么一点点启发的话 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每个这个慈激运动的这个本身里面是对一种所谓的这种正义的一种追寻 一种一种是在这个内在在这个组织内在在这个文化里面的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谢谢 感谢 这个慈激的核心精神就是平等爱 我们可以看到在全世界过去一百年 我想当这个disparity跟inequality 就是当不平跟不均发生的时候 那么经常是因为被寡占 就是这个经济跟政治的联合的寡占 那我们从达尔文教授到今天三维教授都是同样的问题 这个全球的现象 目前的寡占情势越来越那样的一个扩大 那通常从历史来看 这个经济跟政治的寡占很容易造成很大的冲突跟战争 包括伊斯大战 包括奥斯大战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危机逐渐在扩大当中 所以其实还需要从善来提倡 就是善的背后就是爱 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倡议上讲的 以善以爱为宝 我有一个好朋友来自香港 Colison 他跟他的女儿讲善经济 他说Daddy I know It's about time to say goodbye to evil capitalism 我想差不多我们世上 我想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我想我们世上要从爱跟善来着手 怎么样能够扩大爱 扩大善 而不是打击恶 所以这也是我想我们在今天这两天 讨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今天的时间已经超出15分钟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议程就到此结束 很感恩三位学者 也感恩所有贵宾的聆听 谢谢